科目一 脚掌内侧垫高 脚跟需要保持平衡 激活足外翻击 科目二 弓步 脚跟抬起 努力保持平衡 也是激活足外翻击 科目三 把木条靠近中间一边 注意看 平衡难度明显增加 前脚掌下方变得不稳定 需要调动更多足底肌肉 激活更多运动神经 科目四 把木条贴在中间 给脚掌制造最大步稳定 足够颤抖更剧烈 彻底激活所有外翻击取 同时强化所有脚底小肌肉 科目五 锻炼前足的稳定性 足跟是平稳的 前脚掌两侧晃动 训练内外翻的神经反应 科目六 训练后足伟平行 前脚掌是平稳的 足跟两侧旋转 也可以锻炼宽部的灵活性 像这样转宽 科目七 脚趾下方变高 做公布踢肿运动 锻炼小腿补补鱼肌 然后站起身单脚踢肿 增强小腿三头肌 科目八 脚掌正中间贴了木条 对抗足内外翻 增强抵抗崴脚的反应速度 以及脚踝力量 强烈推荐闭脸科目 科目九 脚掌脚跟中央对的木条 这是地域级别难度 整个前足和后足 同时处于巨大不稳定 平衡难度也最高 适合精英运动员训练 辛苦了同学们 最后一定要拉伸放松